《古代最无奈的皇帝》 一旦皇权旁落,或者天下大乱,皇帝很有可能形同虚设,甚至整日提心吊胆,过着朝不保夕的凄惨生活。 历史上有这么一位帝王,匆匆忙忙继承皇位,很快就沦为阶下九,十五岁被临时处死,临死前的梦想非常滑稽。 他的名字叫洪天贵夫,即洪秀玄的长子,母亲来年英出身也不简单,据说是轩原皇帝的后人。 洪天贵夫出生那年,今天起义尚未爆发,从他比较拉风的名字来看,就略显别致,仿佛是天选之人。 天平天国相关资料记载,洪天贵夫出生时非必寻常,万鸟来朝,早争幼主降生之锐。 洪天贵夫四岁时,天平君是不可挡,一股作气攻克天津南京,从而以此地为都城,跟请政府分情抗礼,做。 为太子幼主的他,从此在天经度过十一年时光。 众所周知,皇帝在策立太子之后,基本都会挑选德才兼备的大臣叫太子读书,毕竟太子未来要接受江山。 但是,由于洪秀泉本身知识水平有限,当年连秀才都没考中,对古典书籍不屑一顾,甚至称这个妖书,必然不会让儿子洪天贵夫学习这些内容。 另外,洪天贵夫并没有专门的老师传授学籍,跟着姐姐如宋太平旧誓告,诗泉大吉诗等一些,由洪秀泉下令编撰的书籍。 随着时间推移,太平运内部出现矛盾,洪秀泉跟杨秀卿之间水火不容,从而发生了天经事变。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,自从那以后,太平天国形势每况愈下,尽管李秀成、陈玉成等年轻将领被提拔,却起不到力挽狂澜的作用,可以说是苟延残缓。 或许洪天贵夫并没有远大理想,向往平平淡淡的生活,奈何身不由己,他决定不了自己的命运。 公元 1864年6月,洪秀泉走到人生终点,为满十四岁的洪天贵夫在众人的福祖下登基,等待他的不是荣华富贵,因为乡君正在日益不停地围攻天井城。 没过多久,城池就被乡君攻破,好在李秀成中勇无比,亲自率兵掩护洪天贵夫突围,并把坐骑让给小皇帝。 尽管突围成功,但洪天贵夫并未完全脱险,清兵穷追不舍,他只能东躲西藏,结果,在几个月后,被清兵抓住。 既然洪秀泉已死,清朝廷把所有怨恨归结于洪天贵夫头上,出之而后快。 单纯的洪天贵夫,以为朝廷能放过他,直到临死前还梦想着,日后好好读书,争取考上秀才,听起来非常滑稽,却充满无奈和心酸。 被俘不到一个月,清廷下旨将他处死,而且用的是残酷的灵池之刑法。 如果洪天贵夫出生在普通人家中,顶多过着清廷的日子,安安稳稳过一生,至少不会落得如此下场,但历史不能假设,没有所谓的如果,只有后果和结果。 参考资料,清史稿,太平天国战士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